第二回合兩分鐘 準備 請主題 我的答案是 A 仰躺 說定 說定 你對枕頭在意嗎 因為我自己是 睡覺會打呼的人 對 然後所以要睡高 有去挑過枕頭 要睡高一點 對 然後所以 如果我遇到的業務 沒有跟我說謊的話 應該是仰躺 如果答案是B的話 我可能要回去找他理論一下 沒有 他其實不是要高低 還是要完全 只要找一個 完全把你的脖子的後面這個空間 是補起來的 要讓脊椎是可以拼的吧 對 是伸直才放鬆 對 直才放鬆 對 所以只有側睡的距離最遠 但我看來要跟那個 枕頭上 她沒有講清楚 她沒有 她並不是騙你 跟她溝通清楚 對 她是沒有講清楚的 對 請你揭曉 通常如果我們是 仰躺地睡覺的時候 最能夠紓壓 可是要提醒 如果你是有骨盆前行的朋友 既然在仰躺的時候 其實這邊會有一個空間 所以你可以在腰部 定一個枕頭 讓你會覺得舒服一點 當然很多人都習慣側睡 側睡的時候 我們的頭部離頸部的距離 會稍微長一些些 因此我們的枕頭 就要挑選得再高一點 這樣子才可以讓它的舒適度 是比較足夠的 同時因為我們側睡嘛 所以通常我們的屁股 這個地方 它的這個會讓它在到腿的這個部分 會有一個空間出來 所以會建議大家 可以在雙腿之間夾一個枕頭 或者是你可以抱一個抱枕 都是會比較符合 我們的脊椎的形狀的 尾翰準備 達地人總理 請出賽題 台南孔廟被譽為是全台首學 夜市國家一級古蹟 參訪的時候 有一些注意事項 請問何者正確 A 進入只能走側門 B 八月舉辦季孔大典 鎖定A 鎖定 季孔大典是幾月 九月 九月二十節吧 九月二十八 九二八 對啊 所以我覺得 但是因為我 在年輕高中剛畢業大學 還沒讀的時候 我就全台環島 第一站就到台南的 武飛廟孔廟 全台首學 文武百官 到此下馬解建 就是在側門 對 孔廟是從旁邊去 它的大門我從來沒有 就是另外一邊我是 對 只有祭孔的時候 好像才會開 對啊 只有那個祭孔 對 所以我這個 好吧 我就 因為我們遵孔嘛 我們只走側門 我們不走大門 我們不是天主 請揭曉 董小臉 容介哥 一萬 在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超強 太厲害了 好猛 選到兩個一萬 太強了 韋岸哥繼續 請出下一題 黃韋翰不只是正論一哥 他也是一個遊戲實況主 請問美國研究顯示 打電動會對人帶來什麼影響 A 變得劍坦 B 變得孤僻 好 鎖定 鎖定 A 變得劍坦 鎖定 不好說吧 不是 確實是有一些 社會的一些不好的案例 他是沈迷於電動 或是他的肛災難 還是有 但是那些人他不打電動 他原本孤僻 你不能講 因為打電動 他不是因為打電動 變孤僻的 不是 他是孤僻跑去打電動 他本來就是情緒上 那我問你嘛 那現在小孩三歲之後 他打電動嗎 沒有 他也是到後來 才在那邊開了車 到座的狀況去 他會選擇比較暴力性的電玩 是沒錯 可是你說打了電玩以後 他就會變得孤僻 沒有這樣的研究 反倒是打電玩的很多 你看像Bill Gates 他們都打電玩 而且會釋放壓力 所以我覺得 你打了電玩以後 第一個 你的電玩 電玩之間大家有話題 變成接談 第二個因為你在電玩過程中 得到一些feedback 所以你也更勇於表達自己 我是選A啦 反正抽得強哥不怪我 一樣的 還有些 甚至我看我兒子 有時候在玩的時候 對 他還不斷地跟他的群組對話 對啊 現在的網路遊戲 而且如果 而且會是互動式 你要跟你的戰隊 就是要有默契 然後就是說 譬如說在哪在哪 那個龍享受他的時候 有有有有 他們一直在對話 對 對 可是我跟你講 他有 還有延長忍痛時間的效果 因為一邊 會邊罵 對 請揭曉 恭喜 恭喜 好 那個不要再誤會 打電動的人都很宅 事實上他們一點都不孤單 而且還很會社交呢 因為其實打電動的過程當中 你很常會跟你的隊友一起討論 然後講戰術 甚至說一些幹話 所以都可以增加彼此的友情 最後可以跟老朋友聯繫感情 還可以認識新朋友 所以其實打電動 也可以讓人病得更加的健談 羅傑哥 一萬 在 無法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製作單位實在是真的有夠鐵器 恭喜一萬元 好強 太厲害了 太強了 請出這裡 減肥不是短期就可以達成的目標 美國研究顯示 超過七成減肥成功的人 他們都會做什麼事 A 每日監控素質 B 每日設定目標 每日監控素質 是大家都會做的 有很多人講 我現在多少 我現在給我體重量 可是量了以後 如果你量了以後 你沒有設定目標 比如說 我今天一定要跑步四十分鐘 我今天一定要吃多少卡路里 我要計算 如果你沒有設定目標 然後我一個月之內 我一定要減少兩公斤 如果你沒有設定目標 它會減肥 但不會成功 我們這個題目是寫 減肥成功 而不是減肥的 所有減肥的人 都會控制素質 但只有設定目標的人 才能減肥成功 所以我選B 每日設定目標 你是什麼學校的 福大新聞系 你在福大 你在福大演講比賽 有得過冠軍嗎 我在福大是歌唱比賽 跟籃球比賽 請揭曉 整天的功課 那我們怎麼有個道理出來 要跟大家說說 如果你還在努力減肥當中的人 一定要知道 事實上他們研究冷的七成 減肥成功的人 他們都是每天監控素質 你想你一直設定目標 我一直想說 我也想瘦五個五公斤 我每天都立定這個目標 我也沒變瘦 但是當你每天都一直很努力的 去看一看 我每天到底都吃了多少東西 我的運動時間有沒有達標 我每天的體重變化 你要敢去量敢去秤 然後才會逐漸的去鞭測 跟激勵自己 因此當你每天定期的監控素質 甚至透過一些軟體啊 手機啊 那這一些呢 去逼迫自己的話呢 才更有可能可以達成目標 3C秒有兩題 林鎮宇 好的 不要再戳頭了 好的 秒答 千穎住下禮 到底是正常的生理現象 請問什麼時候放T聲音會比較小 A 作者 B 站著 B 站著 鎖定 鎖定 你剛才不吃的笑什麼意思 因為我在回想我放屁的時候 都放屁 沒有小聲的時候 不要告訴觀眾 對 我在回想這個東西 對 所以應該是 所有選民對你的想像都破滅了 不會啦 這是正常現象 是每一個人都 我們是民意代表 所以我們要站在跟民眾一樣的立場 所以通常我們坐著的時候 你要順利的話 順利排氣的話 可能要有一點角度 那有一點角度的話 聲音就會大 但是站著的時候 感覺比較含蓄一點點 坐著的時候 感覺會摩擦到椅子 就會有聲音 那不叫摩擦 坐著也會有回音 會回音 站著沒有回音 氣接著 好 告訴大家 如果你想偷偷放屁 千萬不要夾緊你的肛門 你以為呢 那個縫越小 它會這樣溜出來嗎 其實不會 因為聲音會更大 因此呢 如果你想偷放屁 一定要站起來 然後讓你的肛門的孔洞 感覺大一點 它那個氣出來的時候 聲音真的會比較小 大家會比較不容易發現 還有喔 如果你要避免放屁的話 千萬不要一直嚼口香糖 因為呢 你一直咀嚼的時候 就會把很多的空氣都吞進去 這個時候也更容易放屁 以及呢 我們在坐飛機啊 因為呢 這個在空中呢 這個氣壓不同的關係 所以也比較容易會覺得呢 脹氣容易會想放屁 因此上飛機之前呢 盡量要少吃容易產氣的食物 還有 其實呢 當年紀越大喔 你這個放屁的次數呢 也會減少 因為我們的腸胃蠕動 就會變得比較緩慢 比較遲緩 所以比較不容易放屁 所以這個時候呢 多做運動 常常呢就是做運動做一做 一個深蹲屁就放出來了 徐千錢 好 準備好了 兩萬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接著 就不在台中 好可惜 四千元 不錯不錯 穩步向前 還有一題 好 請出下一題 黑麵皮露的台語 又叫 請問這個 的命名是依據 黑麵皮露的什麼特徵 A 扁平的長嘴 B 黑色的腳和臉 五秒 現場 三秒 兩秒 一秒 B 順利 妳有看過黑麵皮露嗎 有印象 妳的印象應該很模糊吧 但我確定她的腳是黑色的 因為她黑臉腳背啊 台語啦 黑臉腳背 什麼腳背 是不是這樣子 農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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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因為光電啊 今年黑麵皮露少了三十幾% 就是富裕最好的全世界喔 你看看這個黑臉腳背 這都黑臉腳背 他是 他是候鳥不是嗎 對 然後他每年 冬天會來 那春天以後呢 他會回去到 回到大連 去產卵 所以有一個 他飛這麼遠喔 國際明星就是T69 他就是在台南 他種了肉毒桿菌 後來我們醫好了 那全世界都在關注他 都在追蹤他 所以很多鳥有喔 他每一次 就是從他的生態 然後再看他 然後孩子長大以後 他會開始 就在大連那邊 過了要到冬天以前 他就必須要能夠飛 然後長輩就會帶著他 一路往南來 到我們這邊來過冬 所以他在那邊 都在溫子 他有蛤蟆或什麼 在那邊拿 在偷吃 所以他站得很高 然後他的嘴呢 就在那邊 都在搶這個溫子 所以那個 所以那邊 所以那邊說的是嘴嘛 所以他的嘴就是 你要看他的嘴就這樣嘛 這個就是 黑面皮路就這樣 對 沒有錯 嘴那個那邊 那邊 請介紹 可惜了 浪費了 好可惜 真的 應該沒看過 這個太可惜了 第一組 戴尾山跟黃首達 一萬四千一百元 歡迎看 跟謝榮介 三萬五千元 林鎮宇跟徐千晴 四千元 不進步 有進步 比0元好 比0元好 第三回合 一分鐘要不要換人 來啊 結束了 你那個效果已經做完了 我要看你答題 來